人之所以爱旅行 不是为了抵达目的地 而是为了享受旅途中的种种乐趣 设计师就像空间与人的心灵导师 从寻找每个空间的用途焦点 在空间投射出屋主向往的生活情境 透过聆听观察 替每一个居家角落 蕴含屋主的故事 为一家人的度假宅居 找到未来生活的无限可能 喜欢旅行 看过世界美景的屋主 早上善于营造生活美感的钟情设计师 究竟设计师会如何运用设计 为屋主打造独特的生活品味呢 哈喽Sunny 哈喽Yah 中情设计师认为设计不只打动你我的眼睛 更要触动人心 除了外观美感 更需细心聆听屋主需求及生活状况 坚持做好每一项设计 使绝佳品质大幅提升 藉由串列美感设计及生活实用性 为每位屋主打造精彩梦想宅地 它是一个三层楼的独树 建商是照着我们的图片去把它盖起来的 就是它的思考变得很长远了啦 从你在盖的时候你就已经想到后面 你要呈现的东西是什么了 我发现每一个空间它的风格都蛮不一样的 我很好奇耶 这个屋主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特质 会让你这样的方法去设计跟规划 这个屋主其实他们也是常常在国外旅游 然后他们的工作也常常要往返国内国外 其实它对我们设计是很充分地授权的 给我们非常大的一个发挥的空间 我发现我从玄关一进来的时候 马上就有让人为之一亮的感觉 像饭店lobby的缩小版 在设计的时候就会想说怎么样让人家 在进来的低眼的视觉上面 就会产生这样的一个震撼的效果 会很想要往内看 就是探索这个空间还有什么 所以整个的概念我们就从天地壁 跟卵妆这个部分去着手 那玄关我们也希望说它不是只是过道 它是可以停留在那里的一个空间 我们把它的空间尺度拉大了 当成小lobby的空间 也许我们在那边也可以坐一下 然后因为它对面是一间和室 所以它也是一个空间的互动跟连结 它也可以跟和室的人去做一个对谈 那我们就把玄关这个空间的定义 范围跟拉大 不只是过道或是换协区 玄关它的风格跟旁边配置的这间和室 其实它这两个风格是完全截然不同的 女主人她其实是很想要有一个 她自己独处的一个空间 她可以在那里进私 可以在那里做瑜伽 可是它又跟玄关很连结 一个是很日式的一个空间 那一个我们带一点点新古典的味道 所以当时我们去想 怎么把这两个空间融合却不冲突 其实我们用了中间这个拉门 这个拉门它就是有 介于新古典跟带一点禅风的中间的凭借 隔起来之后是 和室也可以接受它 新古典也可以接受它 那我们就借由这个拉门来去组合这两个空间 我发现玄关往内走 有一个很特殊的区块 这个区块它其实是一个通往各个空间主要的区域 它会通往到客厅 通往到玄关 通往到车库 通往到楼上楼下餐厅 所以在这个区块 我们就做了不同方向的门框 总共可以看到三个门框 但是从不同的位置看出去 它都是一个很正面 为这个地方打造的一个出入口的感觉 对 你知道人一看到门框 就产生好奇心 就想说这是哪 那是哪 我好想进去看看 在一个空间里面 我们去产生了这样的探索性跟发现性的时候 你就觉得生活变得很有趣 很有意思 在那个部分也有一些风水的考量 我们也不希望说它大门进来就对到里面的窗户 是 原本以为气派还蛮华丽的玄关 可能走进来客厅师或那种金碧辉煌的感觉 可是走进来整个空间是非常的大气 风格反而变得很干净很明亮 大气这个原则是一定要秉持住 但是我们又很担心说 它有了大气之后 会不会产生很大的距离感 我们讲温润的感觉 所以从玄关进来这边之后 我们就让它再收敛一点 人在这个空间其实它也会待得比较舒服 比较放松一点 一般我们以前在看到所谓的一个新古典的装潢风格的时候 线板是整个拉到满板的 可是今天进来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有突破以往我们对新古典的印象 这比例到底是如何拿捏到 你会觉得恰到好处 这个壁板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调它上上下下的高度 我们不希望它装潢做满了整个墙面 我们希望它留了一些墙面来让我们做一些展示 画作的空间 可以取有一个壁纸的呈现 那下半部这个壁板 其实它的比例就非常重要 它太低又会被遮住 太高比例上又不好看 所以我们当时是用整个屋高来去抓到 比中心试点再高一点点的 这样的一个位置 让它整个上下就很平衡 然后也不会把房子切成一半的感觉 屏树这么大的空间当中 完全没有看到任何立体真正的隔间墙 但是每一个空间很清楚地界定出这个地方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属性 这个房子很大的一个特点是户外的井 我们希望它的井不会被断 视线是连续的 但用途空间是被界定的 在这里面我们用了几个原则 第一个就是家具排列的方式 除了家具的排列之外 那我们就利用每个空间 不同的天花板的造型 来去做一个空间的界定 客厅的天花板其实 它本身这个房子的一个特性 是它的房子屋高还蛮高的 想要在一个气派的空间里面 呈现一个很温润 然后大家更凝聚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们当时想要把天花板 做成有点像是欧洲的那个斜屋顶 那它也比一般平的天花板 看起来更有造型 我们又加了一些灯光的设计 所以其实它白天是一个表情 到了晚上有灯光的时候 它又是另外一种氛围 那我们现在随着走到了餐厨空间 又完全不一样 餐厅空间 其实我们希望它 有点宴会厅的感觉 所以我们在做 餐厅的天花板的时候 我们让它带了更贵气一些 上面的一些线条跟它的角度 其实不是一般可能喷漆或刷漆 能够营造出来的 对 因为我们一般漆面喷上去之后 它有厚度嘛 我们想要的那个弧形的线条感 可能就没有办法那么俐落 所以我们选择就用真正的金箔 手工现场一片一片贴上去的 所以其实我觉得 因为它的颜色跟它整体的质感 其实你会不自觉地 把它当成是一个艺术品在欣赏 用餐的美食之外 现场的空间它也是去营造一个 美食好吃的氛围 对 这次其实在空间当中 我们除了天花板 它很强烈的风格 去做了区域的界定之外 刚刚Sony也提到说 这一次软件跟家具选配上面 也占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 我们希望每一个家具 它很像一个艺术品 也像一个展示品 我们本身的设计很干净 所以我们希望 所有的色彩是来自于软件的 家具会影响人的作向 所以我们在配家具 希望它呈现一个圆形的一个空间 那但是它又可以很独立 大家融合在一起 是可以对谈的 目光是可以交流的 比较不太一样是 你会发现客厅没有所谓的电视墙 那没有电视墙 就不会有墙的阻隔 空间就是可以通透的 也希望点少的电视 我们可以达到 真正的情感交流的目的 其实它很多的设计 我们希望它打破一些 固有的一个框架 像包含我们在做地平拼贴的时候 大家很强调对花 纹路一定要对 就是那个纹路一定要对到很细 对 我们希望它很纯粹 看到这块大鱼石 本身的质感 本身的纹路 本身的色泽 所以我们当时就选择 刻意不对花的一个拼贴 其实不对花比对花还难 真的吗 因为它面积大 其实今天在这个 一个独栋别墅当中 我觉得让我觉得蛮多 很惊艳的一个小细节 其实在不同的空间 好像还有更多可以看的 对不对 是 每一个空间都有我们 不同的风格 跟为那个 使用这个空间的 一个人的性格 跟他的喜好 去做的一个设定 那我们可以来去看一下吗 好 透过大空间屏数的比例拿捏 使不同距离 呈现不同的视觉感受 精准提升空间立体度 创造仿佛欧洲半电般的 迷人姿态 因为光线的关系 然后我们地板是大鱼石 它有一个那个 把它拉长 就是那个倒影 倒影的那个 对 那个外面的景 就会印到里面 冷门 而且它其实整个对到 那个我们的门框的中心 中心对 所以其实从外面 它这样转着过来的时候 每一个框就呈现一个 窗景的感觉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设计 它是抽油烟机 对 它是抽油烟机 升降式的 它这样子完全不占空间 对 有一种升降舞台的感觉 接下来进入B1空间 设计师还会为我们 带来什么样的惊人设计呢? 带来什么样的惊人设计呢? Sunny 有一个好香的味道喔 感觉好像很像在那个森林里面 有那种芬多金的香气 B1的空间 跟我们的一楼不一样的是 它是一个更放松的一个空间 我们所有的感官都要被照顾到 那我们使用了很大量的香山 这个木头 这个木头它有一个特性 就是它有一个天然的香味 天然的芬多金 所以其实一下来先吸住你的 就是那个香气的味道 一个很天然很放松的味道 这个空间我当时的设计发想 其实是从瑞士这个国家来的 瑞士呢 其实它是一个山区嘛 阿尔卑斯山嘛 然后瑞士的空气非常清晰 很自然的很质朴的一个感觉 但是它又是在欧洲 它又有很多欧洲的元素在 所以当时我的发想就是 我想要结合一个有欧洲元素 但是又把自然质朴 跟芬多金这样的一个感觉 把它坐在这个空间里面 这个空间的用途啊 其实它被划分成三个区块 有三个区块喔 这个区块应该就是 大家休息聊天看电视的地方 然后在我身后这个区块 很明显的它就是一个 料理的吧台区 可以喝喝小酒小茶做做料理 可是有第三个区块 现在看起来它是一个空旷的空间 其实它是一个舞台空间 诶 这么特别 屋主的小孩 他们也是从小就学乐器 是他们在这边团练 练Bang的一个空间 我们也可以叫它是一个小型的 音乐发表会的一个空间 所以原来在这里 其实有一个所谓的舞台的发想 所以难怪它的天花板的一个灯光 跟它背板其实也有为了这个舞台而设计 这个灯光跟这个壁板 其实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 我们从楼梯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狼道的感觉 狼道通常有一个叫正列式的排列法 对 会有一个长狼的感觉 延伸的感觉 对 可是当我们转到这个正面的时候 它就是有一个从墙壁面延伸到天花板的一个感觉 有呼应到 对不对 现在其实仔细看它的那个线条是 跟它的位置是对在一起的 对在一起的 那它就变成是我们讲的那个舞台感 就出来了 背墙的灯光效果 就更凸显了在这边团练的那个气氛 当大家在这边聚会的时候 它就有点像是一个lounge bar的感觉 有一个爵士乐团在这边的效果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设计 它是抽油烟机 对 它是抽油烟机 升降式的 它这样子完全不占空间 对 有一种升降舞台的感觉 这个空间其实它也是户外有非常好的景 我们希望它看起来这个面是干净的 是 那如果真的装一个抽风机 那视觉也被挡住了 对 为屋主他们量身打造 真的是可以看到很多贴心的小细节 地下空间运用三个场域划分 完整呈现聚会娱乐的空间样貌 设计师更透过自然之材的运用 成就空间视觉 嗅觉坚固的立体感受 而来到一家人的私人休息空间 又会体现什么样的空间风情呢 噓 进到了这个空间 不能大声说话 有一种来到图书馆的氛围耶 对 我们其实一开始在规划这个空间的时候 我们就设定它是一个英式图书馆 这样的一个概念 其实这整个空间给人家的感觉 就是真的会很想要静下心来思考一些事情 这个空间其实它就是一个很私人的一个空间 对 因为它在这个楼层全部都是房间 居住者他们独享的一个起居空间 我们也希望它是一个沉淀 然后大家可以在这边念念书写写字的一个空间 其实往上看很明显马上就会看到一个风格很强烈的天花板的设计 这个房子本身它有一根大梁 横在这个空间的中间 通常我们就封平了把它梁包在里面 但是我们也不希望天花板降得太低 有压迫感 对 所以就运用这根大梁来变成一个空间的中心之后 让它斜向两边 它就自然成了一个小木屋斜屋顶的感觉 看到很多欧洲的图书馆真的也是这样的设计 对 被包覆在一个自然元素里面 其实在不同的角落好像也是有做了一些 私密空间的享受 有的时候我们看书不一定会正经为座的看书 我们会希望说它是很慵懒的看书 所以我们在沙发区有两个闭灯 就是你可以卧在那个沙发的角落 有时候就像我们会卧在咖啡店的那种感觉 一个小角落靠着 然后很慵懒的 可能睡着了也没关系 对 我个人其实配家具很喜欢一种就是 我们在这个空间一起在一起却又独处 这样的感觉 可能小孩子是在用这张常坐的 可能爸爸是坐在那张角落的沙发 那妈妈是坐在这张沙发上 其实我们不需要聊天 但我们觉得我们close 我们是在一起 整个空间的规划我们一直很强调 叫做融合性 互动性 情感连结 那这样的概念 我们就是把它运用在每一个空间 中型设计师透过空间成域的配置 凝聚家人亲友互动 制造居家氛围的加成效果 那这边是主卧室 哇 这一间主卧室它真的就是很标准的 美式的风格设计 主卧室其实一开始我们在设定的时候 我们就是给了它两个字叫优雅 那当然我们也希望它是放松的 所以我们会发现主卧室色调其实很轻 对 颜色是很柔的颜色 那我们用了一个颜色叫暖灰色 在搭配软件搭配壁纸的时候 走的都是所谓的大地色系 那我们就希望说 当我们到了一个睡眠空间的时候 人是真正可以放松的 像这边其实冬天有一点潮湿 所以其实壁如它也有那个出湿的功效 它也是可以增加温度 所以其实在这边也独立设计了一个 谈话空间 其实在这边它受众网也很好 这个就是女生喜欢的空间 这个就是一个化妆区跟更衣区 梦想中的更衣室 很完整的一个更衣室 那连梳妆台的设计 我们都设计了一些巧思在里面 像梳妆台我们就设计了一个三面镜 让女主人每天都可以美美的 这间就是哥哥的房间 在讨论妆潢的时候 其实他们也还给了我 蛮明确的一个方向 以哥哥来讲 他当时我们在讨论这个房间的时候 他给我的品牌异象就是那个VASAG 我大概就知道他的性格 跟他想要的东西了 所以我们在设计他的房间的时候 其实图腾感觉比较强烈 还有视觉感觉是比较强烈的 包含我们连这个壁子都去找这个品牌异象的 这样的一个颜色来去做一个搭配 就是他直接这样做上去一个一个手工的 对 这每一个洞就是手工的搭洞再穿上去 所以其实这个衣橱真的是完全是客制化的 对 然后风格很强烈 这个床头壁板 其实它也是有一点点美式的概念 只是我们让它 个性的线板 对 中间那个椭圆形 其实我们就对应到上面那个壁子的圈圈 那我们桌子也是一样的一个形状 也是有锚钉的元素在里面 对 然后是比较强烈的 是 那到了弟弟的房间 其实那个颜色真的是一个经典色 对 这个品牌的特色 它的一个精神 其实我们也去了解说 不只是它颜色 它算是比较内敛的一个品牌 所以我们就会发现说 弟弟房间 它走的东西相对低调 这个品牌精神本身 它的车缝线也是一个特色 我们就让它把它这个精神独特出来 所以我们做了双车缝线的设计 那连线材的颜色跟线材的粗细的选择 我们都特别选过 所以其实在这边还设计了一个卧榻区 对 那这个卧榻 我们也想让它有这样的一个经典元素 所以它是为了要跟衣柜 互相呼应的感觉 对 我觉得空间设计 它不只是设计空间 其实它在设计一种生活形态 不只是一个空间的设计 其实我们希望在这个空间里面 它是一个很充满艺术感 跟充满品味的一个空间 所以它是生活在一个很优雅 跟充满美感的一个空间 我想藉由设计去串起 每一个人的情感连结 那最主要是我希望说 当大家住进这样的空间的时候 其实大家的感情是更紧密 更close的 想看更多钟情设计师的精彩设计 请上网搜寻设计 请上网搜寻计